11月3号 以深化交流合作共赢为主题的第17届柜台经贸文化合作论坛在广西南宁开幕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在致辞中表示 近年来 广西与台湾交流日益频繁 经贸合作不断拓展 园区建设不断推进 平台载体不断丰富 会台举措不断深化 柜台两个地地具有很好的合作机器 发展潜力巨大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李文辉在致辞中表示 大陆经济克服内外部环境复杂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 总体呈现稳中加固 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成为台商台企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不稳定性因素增多的大背景下 大陆更加是广大台胞台企投资新业扎根发展的最佳选择 今年前三季度 两岸高利盒达到2,395.2亿美元 同比增长29.8% 这重症说明 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和两岸担包的问题的业力 实实在在照顾台湾担包 有利台湾的发展 这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两岸与何发展必将持续增广 广大台湾商台企必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兴建 台湾新党前主席郁慕明在论坛中致辞时表示 广西发展进步快速 未来可期 是台湾同胞的创业乐园 投资福地 广西南向 北连 东融 西河区位优势明显 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企业界朋友们 要掌握新时代 把握新形势 在两岸同胞心心相连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我们要是经有大家的努力 不仅在经济上 就是在政治上 我们都要细手地做 追求国家奖励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要为下一代的募求中华民主党的伟道挑衅 据悉 本节论坛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两岸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代表 广西有关部门和各式代表 共约260人参加活动 论坛共签约投资项目14个 签约金额88.15亿元人民币 涵盖智能制造 电子科技 农产品加工 文旅观光 生态农业 医疗康养 化工等多种领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